在整个5月份中对上特定的团战头目时都有哪些重点须知事项 其中相关团战对应的最佳克制保护目有哪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LGChannel 我是主持 终上所述 无论是5月份的传说团战头目 也或是超级团战头目 相关团战指南重点与资讯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给大家注意分享 顺序方面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先快速带过5月份的各大头目形成表 像是登场 回归 以及离开时间等 第二部分才带大家深入了解各被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 在这部分可明确得知各大头目的属性抗性 弱点 入手CP 或最佳出战宝可梦等 其中最佳出战宝可梦方面 更会推荐超级暗影或普通形态各5只 好方便各位可矜持来提早了解 并准备各种克制宝可梦阵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订阅 按赞 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谎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先说说5月份的各大头目形成立 近期刚更新不久 第一波有5月2日至9日的传说头目 盖弄赛科特 5月2日至11日的超级头目 超级巨前螳螂 两个头目皆会维持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第二波变动有5月9日至24日的传说头目 卡普奇奇 以及5月11日至24日的新登场 超级头目 超级凯罗斯 估计是因为卡普奇奇 开放全新散光版本 以及超级凯罗斯新登场的关系 这一波头目的变动会维持大概两周 来到了第三波也确实5月份头目的最维持变动 分别5月24日至6月1日的传说头目 雷吉奇卡斯 以及5月24日至6月1日的超级奇奇青鸟 与第一波变动相同 以上两个头目只会维持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会补充 除了刚刚所提及 卡普奇奇未开放全新散光版本外 其余全数头目皆以开放散光版本 有兴趣收藏散光的训练师 可要密切注意个别的登场与离开时间 另一全数头目 无论在PP或PE中 基本都有使用价值存在 具体定位与用处 请点击右上角一步查看相关影片 玩下第二个重点 也就是个别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方面 先看看线西亚的传说团战头目 甘斗赛克特 以及超级团战头目 超级巨钱团战的具体详情 5月2日至9日的甘斗赛克特 为虫与钢系的幻子宝克末 弱点方面只有能做到双颗止伤害的火系 而抗星方面居然高达9项之多 其中就包括双抗星的草与毒系 单抗星的虫 龙 摇晶 冰 普通 超能力 刚喜 了解其属性弱点有抗星后 应该不难理解 在相关团战中 最好选择拥有火系招式的宝克末 去做出战克制最优 避免使用刚刚所提及 包括在9项抗星内的 任意属性宝克末或招式 甘斗赛克特的传说团战中 宝斯建议最少拥有2至3名 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说到的天气加成 由于天雨下雪 入手CP5天气加成下 20G为1833-1916 天气加成下25G为2292-2395 甘斗赛克特团战的 最佳出战或各自宝克末选择 超级型态推荐 火焰漩魔爆炸烈焰的超级火焰机 火焰漩魔爆炸烈焰的超级喷火龙Y 火焰漩魔爆炸烈焰的超级喷火龙X 火焰牙喷射火焰的超级黑路加 泥巴射击火焰犬的原始固拉多 暗影型态推荐 火焰漩魔爆炸烈焰的暗影火焰机 烧尽神圣之火的暗影凤王 火焰牙过热的暗影炎地 烧尽爆炸烈焰的暗影火焰兽 火焰牙喷射火焰的暗影分数狗 普通形态推荐火焰牙 交出火焰的莱希拉姆 火焰牙过热的达姆沸沸沸 火焰漩魔过热的水晶灯火灵 烧尽神圣之火的凤王 火焰漩魔爆炸烈焰的火焰机 时间有限无法列出全数能有效克制的宝克末 有缺乏以下所提及的推荐宝克末 请选择拥有相对应属性招式的宝克末 去出战即可 5月2日至11日的超级巨前蚂 同为重与刚系的超级形态 弱点与抗性方面与干动赛克特相同 推荐选择拥有火系招式的宝克末 避免选择在抗性列表中 出现了属性宝克末或招式 超级巨前蚂的超级团战中 宝石间也最少拥有2-5名 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收到的天气加成有雨天与下雪 注意超级团战中入手的宝克末 为普通形态而被超级形态 所以击败超级巨前蚂后 遭遇的是巨前蚂 入手CP5天气加成下20级为1636-1714 天气加成下25级为2046-2143 超级巨前蚂团战的最佳出战克制 或宝克末选择 超级形态推荐环渲漩爆炸链的超级火焰机 环渲漩爆炸链的超级喷火龙Y 环渲漩爆炸链的超级喷火龙X 环渲漩爆炸链的超级黑卢夹 泥巴射击火焰拳的原始布拉多 暗影形态推荐环渲漩爆炸链的暗影火焰鸟 烧尽神圣之火的暗影凤凰 环渲漩爆炸链的暗影火焰机 环渲漩爆炸链的暗影炎蒂 环渲漩爆炸链的暗影喷火龙 普通形态推荐环渲漩爆炸链的暗影喷火龙 烧尽神圣之火的凤王 环渲漩过热的达摩沸沸 环渲漩过热的水晶灯火灵 环渲漩过热的火焰鸟 第二波的传说团队同步卡布奇奇 以及超级传单同步超级凯罗斯的具体详情 5月9日至24日的卡布奇奇 为水已摇进系的传说宝可梦 热点只有能做到单克制伤害的毒草垫系 抗性有双抗性的龙系 单抗性的虫二格斗火冰水系 推荐选择拥有毒草垫系招式的宝可梦 避免选择在看系列表中出现的属性宝可梦或招式 卡布奇奇的传说团战中 保守建议最少拥有3至5名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说到天气加成有雨天与英天 入手CP5天气加成像20级为1556至1632 天气加成像25级为1946至2041 卡布奇奇团战的最佳出战或各自宝可梦选择 超级心态推荐种子激光枪 凤凰植物的超级细王 蛇田污泥炸弹的超级跟轨 毒极污泥炸弹的超级大针锋 雷电牙凤凰福特的超级雷电兽 藤边凤凰植物的超级妙蛙花 暗影形态推荐的电极凤凰福特的暗影雷弓 电极凤凰福特的暗影雷电兽 电光凤凰福特的暗影自暴磁怪 电光凤凰福特的暗影轮晴猫 电极十万福特的暗影闪电鸟 普通形态推荐飞快刀夜刃的直御剑 电极放电的电数目 重电光速交出三天的杰克罗姆 藤边强力鞭打的萨鲁德 毒极雾泥炸弹的虚无依德 5月11日至24日的超级卡洛斯 为虫与飞行系的超级形态 弱点有能做到双克制伤害的岩蛇系 单克制伤害的电火飞行兵系 抗性有三抗性的地面系 双抗性的格斗草系 单抗性的虫系 推荐选择拥有岩石、电火、飞行、兵系招式的宝可梦 避免选择在看下列表中出现的属性宝可梦或招式 超级卡洛斯的超级团战中 保守建议最少拥有3-5名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受到的天气加成有雨天与墙分 入手CP5天气加成下20级为1613至1690 天气加成下25级为2016至2113 超级卡洛斯团战的最佳出战或克制宝可梦选择 超级形态推荐落实 岩崩的超级化石一龙、火焰漩涡爆炸烈烈的超级喷火龙Y 火焰漩涡爆炸烈烈的超级火焰机 极落流星光束的超级波斯可多拉 伏特替换力量宝石的超级电龙 暗影形态推荐落实岩崩的暗影化石一龙 极落坚持攻击的暗影龙 眼觉醒力量有鸟猛攻的暗影凤凰 火焰漩涡神鸟猛击的暗影火焰鸟 落实岩崩的暗影多次举石兽 普通行态推荐极落岩石炮的超级狂吸 极落流星光束的怪恶龙 极落岩崩的带拉机翁 极落流星光束的旁岩怪 极落岩崩的战垂龙 5月份最后一波的传说团队头目雷吉奇卡斯 以及超级团队头目超级奇奇轻鸟的具体详情 5月24日至6月1日的雷吉奇卡斯 为普通系的传说宝可梦 弱点只有能做到单克制伤害的格斗系 抗性有双抗性的幽灵系 推荐选择拥有格斗系招式的宝可梦 避免选择在抗性列表中出现的属性宝可梦或招式 雷吉奇卡斯的传说团战中 保守建议最少拥有3-6枚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说到的天气加成有多云 入手CP5天气加成下额射击为2389-2483 天气加成下额射击为2987-3104 雷吉奇卡斯团战的最佳出战或克制宝可梦选择 超级青蛮推荐双背凤凰真气弹的超级火焰机 双背凤凤凰真气弹的超级火焰 人尾断与之剑的原始古拉多 潘铺根源波动的原始盖尔卡 突袭真气弹的超级火焰 暗影形态推荐双背凤凤凰爆裂拳的暗影怪力 双背凤凤凰爆裂拳的暗影铁掌力士 精神力热精神强烈的暗影超梦 哲尼爆裂拳的你有巨人 双背凤凤凰真气弹的暗影火焰 普通形态推荐二连T圣剑的带来吉翁 踢倒圣剑的凯路迪欧 双背凤凤凰爆裂拳的修剑老将 双背凤凤凰爆裂拳的路卡尼欧 二连T圣剑的币里吉翁 5月24日至6月1日的超级七星鸟 为龙与妖精系的超级形态 弱点只有能做到单克制伤害的妖精 冰毒刚系 抗性有单抗性的虫二龙 电格斗火草水系 推荐选择拥有妖精冰毒刚系招式的宝可梦 避免选择在抗性列表中出现的 属性宝可梦或招式 超级七星鸟的超级团战中 爆裂拳也最少拥有3至5名 高级训练师才好开团 说到天气加成有迎天与强风 入手CP5天气加成下20级为1081至1145 天气加成下25级为1352至1432 超级七星鸟团战的最佳出战 或各自宝可梦选择 超级心态推荐 撒娇魔法闪耀的超级三奈朵 蛇田雾尼炸弹的超级跟轨 独机雾尼炸弹的超级大针锋 铁尾重磅冲撞的超级波斯可多拉 子弹拳铁头的超级巨钱螳螂 暗影形态推荐子弹拳 会心拳的暗影巨金怪 细血雪崩的暗影下牙珠 撒娇魔法残妖的暗影沙奈朵 撒娇闹的暗影布鲁黄 念力冰冻花束的暗影超梦 普通形态推荐子弹拳 会心拳的巨金怪 独机雾尼炸弹的虚无依德 金属爪嬉闹的苍响 金属爪铁头的蒂亚路卡 刚毅冰封世界的球雷姆 至此全新5月份一众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 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呃其实也没什么好总结的了 简单来说就是有推荐宝可梦 就算推荐宝可梦 没有的话就根据头目的弱点 去选择相对属性的宝可梦招式出战即可 最后复杂每次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一栏图给大家 有需要的情志性截图 好方便日后查看 每张图大概会停留5秒钟的时间 那么开始咯 好了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也没做言论结果参考 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